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图门大嚼 有一个年轻人在街口朝西处站着 笑个不停 路上的行人感到很奇怪 一位老人说 小伙子啊 大家都个行其事 你怎么倒有功夫在这儿高兴 年轻人笑了笑说 都说长安城里很繁华 很热闹很好玩 矗立在此不就像置身于长安城一样快活吗 老者语重心长地说 年轻人 还是干点实事吧 年轻人在众人的笑声中走了 一会儿 他又转到一家肉店门口 颇为陶醉的大嚼大宴 似乎在有滋味的吃着什么美味佳肴 肉店老板很纳闷 便放下屠刀 走到门口问他 吃什么好吃的呢 蛮有味的吗 这小伙子眼睛盯着肉说 你不知道肉好吃吗 看着这鲜嫩的肉 口里不免有了肉的香味 麦肉师傅说 那你就立在这看个宝吧 这年轻人一直站到肉店打样 才兴兴地回家去了 实际生活中 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不等于现实 美好的幻想 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成为现实